地上滿是鮮血 男子坐在地板上 雙手鮮血直流 不止手臂遭砍斷 就連背部也有多處刀傷 傷口非常深 就怕男子失血過多有危險 警校趕到現場 立刻為他加壓止血 並且緊急將他送醫治療 男子意識清楚 還好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4號凌晨 位在台東新生路一家卡拉OK店 發生鬥毆事件 被砍傷的余姓男子 疑似介入朋友債務糾紛 沒想到債主竟然讓人衝到店內持刀 將他砍傷 警方調查 被害人疑似於當晚 與欠債一方 催逃債務時 發生裹腳爭執 對方心聲不滿 隨後持刀卸置 坎拉OK外 將被害人砍傷 嫌犯逞修後 隨即逃離現場 警方調閱附近監視器 掌握特徵 5號順利將砍人嫌犯逮捕到案 嫌犯被捕後 坦承犯案 事後 警方也在市區移出水溝內 找到嫌犯作案用的刀蟹 訊後一殺人未遂 罪嫌將兩人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 許玉露 邱小倩 台東報導